今天有報導指 周過賢面臨財困 在賭場獻馬巨債 要助手幫忙借錢周轉 不少藝人、經理人、幕後和行內人 就連張帕茲的經理人 也曾經收過這個周過賢助手打電話借錢 今天他就傳聞作出回覆 在社交平台發出聲明 原來對方曾經是他公司的兼職宣傳人員 但已經在2022年 10月1日離任 與他的公司以及歌手藝人無關 聲明說 如果有損害公司和歌手藝人的聲譽 將會保留法律追究權利 他澄清自己沒有財困 也沒有拖樑 據知周過賢本人 曾經因為助手說家人患病 而只是出了6位數字 但最後反被對方 鄉案俄稱公司拖樑 在很多人的聲譽 小亨